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乡亲静一下 大家捐助的造万民桥的钱物够不够 我们现在先听吴学究给我们念一下捐单 陈大静捐银二百两 苏小龙捐银五两 木料一根 杨朱氏捐银二两 木料四方 和四海捐食料九方 高纪品捐钱读十罐 高明钟捐木料十根 有了万民桥就再不用担心翻船了 听着听他说 这些钱造桥还不够 至少还少一千两银子 我捐银一千两 请问师父上下在哪个宝寺出家 我乃黄莲寺出家 大号苦瓜和尚 这和尚可真是可够了 苦瓜师父 你的心意我们领了 看来你花园的钱比我们更难得 断不能让你为我们受累 我和尚一言四马难追 九头螺子也难追 我和尚有的是钱 一千两文印一分钱也不会少的 和尚 你钱在哪儿 请先施舍一壶酒 让我认认嗓子再讲 这和尚骗事骗喝 不要闹 酒保 拿壶酒给这位师父 好嘞 你喝酒 给你酒 现在言归正传 请大家继续认圈 起上 苦瓜和尚捐白银一千两 一千两 师父 我真要千 那还有假 是 王二 朱瓦大 郭大利 秦徒子 跟我来 来 把这几块石头搬过去 没问题了 快 来 来 吃点劲 搬过去 搬过去 这个 搬过去 来 把他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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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压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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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院外 这几块石头上 我都写上字了 请你派两个人看着 好 如果有人想看这上面的字 只管让他看好了 如果有人想看这底下石头上的字 那就要出文银一百两 一百两 如果想看这第三块石头上的字 那就要出文银三百两 三百两 六百两 一你一你 大愿菩萨显灵啊 也不枉你一片苦心 这和尚真是疯了 哪有这样的呆子 谁舍得花一千两银子 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这和尚也真够神的 就是 他喊那四个人都不识字 神了 来 来 来 喝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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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啊 师父若不嫌弃 请便 请问苦瓜贵姓 师父如何晓得在下小名叫苦瓜呢 在下姓吴明阳 与师父从不相识 你看你看我们有缘了不是 你小名叫苦瓜 我大名叫苦瓜 我是黄莲寺苦瓜和尚 有方到此 如此倒好 我俩一个从军一个游方 正巧哭到一处去了 不过苦中有甜 甜中有苦 脾气还太来呢 我看你这辈子吃了不少的苦头了吧 正是 像我吴某当年娶娶成家才三日 便应征从军 在军中奉命夜叹敌营 不料被敌方抓住 押往北方做苦工 一晃就是四年 实在是吃尽了苦头 四年之后我从北方逃出 回到军营还收到赏赐 这不现在何意已成 我卸甲归田 回乡来寻找娇妻 真可谓是苦尽天来 可是我近乡勤妾都到家门口了 这心里边反而发虚了 臣伯到这来和尚两钟 定定神 阿弥陀佛 不过施主啊 事无定事 凡事不可过于执着 执着嘛 要添烦恼的 吃啊 吃啊 啊 小哥 你不是无恙吗 是我 婆婆 你怎么会在这 我回来了 我的老婆呢 那年发大水这都淹了 有个姓罗的花穿来 把你老婆救走了 她这一走就再没回来 你到哪去 我找我老婆 天色不早了 路由那么远 你就在我这住一夜 明天再走吧 来 来吧 快来吧 明天再次 怎么样 有没有人来看石头 只有看第一块的 没有人愿意掏钱看第二块的 反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你们就再辛苦一下 说不定这个和尚还真有点灵眼 万一要没有 我们也没吃亏 全当开开心 对 说的是 我话可不能这么说 出家人不达妄议 我和尚可没有工夫 跟你们先开心 大师傅醒了 我这是顺口一说 不要介意 来 你先喝口茶 给我 大师傅 时间不早了 石头上的字 要换这么多银子 也实在太 你的心意乡亲们都领了 灶桥的银子 我们再另想办法 就让大力他们手到晚 你到我家去用点斋饭 不忙不忙 大家心里都盼着灶桥的银子 我苦瓜和尚辛苦到底了 谁让我是辛苦的呢 好好好 那就再等半个时辰 等到太阳落山吧 小姐 你看 张丁 你快去问问 请问 那告示上的石头何在 就是这些石头 生不尽证 本性黄 就是我 张丁 我要看第二块石头 请二位把上面的石头移开 我家小姐要看第二块石头 要看 可得给钱的一百两银子 把银子给他 好好好 这是文银一百两 请收下 好好 这收的就是我 袁外 真的有人给钱了 就是他们二位 是吗 快搬 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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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夜夜梦中 见亲娘 阿菩萨 汤天有眼 这说的就是我 我要看下面的石头 好 有下面两 好 好 好 给 快 给他钱 新娘千里赖张主 眼外眼外 这里是什么地宁 此地是张主古镇 对了 一点都不做 确实是菩萨在指引我 菩萨指我一片孝心 谢谢菩萨 张帝 快把银子全拿出来 我没了 眼外 这是吃尽八两 这会为银四百两 求父老们开恩仪食 难得一片孝心 办 元外 那和尚新田说了 想看第三块石斗 要付六百两 可是现在他们只有四百两 还差二百两 这位小姐大老远的来到张主 我张主人怎能为造桥缺银 而为难这位小姐 这二百两银子我们另找出处 别说八百两 就是一两也没有 我们也要一时搬 慢 慢 这造桥的一千两银子 是我和尚认捐的 一两都不能收 怎么 这人情我自己不会做 要你们下草心 您娘不够吗不能搬 就是不能搬 大师傅 小弟有礼了 在下乌阳与大师傅前日有一面之缘 望高僧连这位小姐一片真情 也给在下一点面子 就叫她少出二百两吧 是古瓜兄弟来说情来了 好好好 不够吗 我要给你个谜语猜猜 谜语 要猜对了吗 就可以 猜不对 那就没法了 好 听师傅说来我猜 世上何物最硬 铁最硬 不对 铁一到火就化了 怎么最硬 那师傅何为最硬 依我看 最硬不够呼吸 胡须怎能研硬师傅笑话了 你想想 城墙班后的脸皮都让他转了出来 还有什么比他更硬 大师傅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想真的行善帮别人 尽管用你的银两去帮 何必用脸面织皮 大师傅 言之有理 我这里是带着二百两银子 这是我多年艰辛苦熬所得 此次回乡寻期 本打算买两部搏地维持佳绩 也罢 你既这么说 我就把它捐出来造桥也好 日后铃子刻在桥上 身后留名也算是件姓氏 好 施主 你是救人殷难 好 我替众人谢你了 不敢当 不过你想身后留名 我也送你一句话 师傅请讲 善不图报才是真善 原位 你看这一千两银子都在这了 我和尚谢差了 你们哪可以搬石头了 帮帮忙忙 来 来 遇见亲娘到法王 各位父老请了 这里可有地方叫法王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这就急了 你们的石头明明是这样写的 怎么会无人知道 姑娘有所不知 这石头上的字不是我们写的 就是这位师 师傅呢 刚才还在这儿了 这和尚可真坑人 花了一千两银子 没有找到要找的地方 姑娘 你可否告知这石头上的字 和你千里寻娘的由来吗 是这样的 小女名叫赵惠娘 父母是在于瑶开茶庄的 可是我本不姓赵 我是单独六灵庄人士 八岁那年 金兵难犯 我生生父母带着我逃兵荒 不了生父被乱兵射杀 生母只好领着我 犒讨千下饭度日 实在活不下去了 只好把我送给 医妖的赵氏夫妇为女 那石头上写着 生父姓赵本姓黄 说的就是我 我本名就叫做黄莲 那可真够苦的 那第二块石头呢 第二块石头上写着 夜夜梦中见青娘 我于瑶的父母家境好 人对我也好 可这十几年来 我总是忘不了 你还别说 这封和尚还真是神仙下凡 黄莲小姐 这三四块石头上可否有蒲草指路 我于瑶父母见我天天发愁不得笑颜 只好心头隔岸 帮我出来寻娘亲 让我带足了盘缠 还让老家人账定陪着我来 可是这石头上写着要见青娘去法王 你们却无人知道在哪 难得姑娘一片孝心 不过在下无恙 倒是听说这河对岸十几里路有一个法王寺 会不会就是这个法王呢 别胡扯了 她娘怎么会在和尚庙里 且慢 据小老儿所知 那法王寺早已毁气 七八年前又在原处盖了个明月庵 莫非你娘在庵里容身 有可能就是这个所在 你快去看看吧 快去看看吧 吴大哥 小女子真是拖累你了 做千银两日后一定奉还 姑娘不必客气 这法王寺过河十几里路 那我就陪你一块走吧 多谢了 小师傅 这儿有鱼妖出家的师太吗 我不知道 那不是苦瓜大师傅吗 她怎么也在这儿 师太你看那是谁 苦瓜师傅 谢谢你的指引 我以为见不到你 会见到的 我们的缘分还不浅 苦瓜师傅 也许你们认错人了 这是杭州林颖寺的道计大师 原来是远近未明的寄宫活佛 寄宫活佛 不必 精修师太 这才是真正的苦瓜 这就是黄莲 黄莲 不记得了 娘 走 走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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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莲 是从玉瑶来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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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父母对女儿很好 可是娘 女儿这十几年来日思夜想娘亲 玉瑶的家中父母见女儿如此 只好让老家人张丁 为女儿一路回乡寻娘亲 成全女儿的相信 真是难得 我佛慈悲 娘 女儿千里来此不疑 以后才也不和娘分开了 你看你们在这里没了没劫子 我和尚还饿着肚皮没用摘饭 黄莲姑娘 你就不必在这里出家了 你为寻娘亲出家 正说明你沉缘未断 金秀师太 你就留她多住些日子 我也不在你这儿用摘饭了 武阳兄弟 我们走 到你家喝酒 让你老婆做几个好菜 走 怎么 你也不肯画一顿摘饭给我和尚 师父 不是我不肯 我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五大哥 你还没找到大嫂 真是拖累你了 阿弥陀佛 真是 念你一心向善 我就不向你画圆了 这样吧 我们能相会到一起 就是有缘了 平神送你们二人一人一件宝 日后用得着地 这是太上老君练了千年的通仙丹 活人吃了马上死 死人吃了马上活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我就跟苦发兄弟一同上路到星际镇花园去 你就先在这里住些日子 我们还见得着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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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钱了 你不是还有零钱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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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家一个包子 师父吃吧 就一个包子 那我们俩人怎么吃 是啊 两个人分吧 两人都吃不饱都不好受 我要一个人吃吧 我看你饿我心里也不好受 你吃吧 不过你要吃了我就更不好受了 这样 你再找老板娘画圆 听几个 师父你就吃吧 快去 你吃嘛 你穿了画圆他会给的 你先吃吧 他会给的 你吃 你可不可吃 你先吃吧 天井 你去找他 你去找他 师父 这几个包子你们先吃吧 这包子不要钱 不要钱 那谢谢了 真好 你看多好 还不谢谢老板娘 对 谢谢老板娘 不用客气 engineers 亟 alarms 麻烦 你 honestly obo ���oid 五郎 五郎 义兄弟 我是乌阳 怎么 你连大哥都不认识 大哥 是大哥 来 坐 好 大哥 几年前听说你被金人所拢 后来就没了音信了 我是被金人抓去了 后来好不容易才设法逃出来 这孩子是谁的 说话 说愣着干什么 好 你们不说 我和尚听你们说了吧 这孩子是他们二人所生 名字就叫罗念哥 谁知道你出去打了那么多年的仗 有一点消息都没有 多亏你这好心的兄弟 好心相助 这么多年了 照顾你妻子 照顾你妻子 也就怪不得人家了 想开点吧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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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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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 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 我 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 娘子 娘子 我看既然大哥已经回来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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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跟他走吧 别胡思乱笑了 孩子怎么办 再说这也不是你的错 你还是 早点醒醒吧 好 看来 这是天意呀 向我无恙 毕竟千辛万苦 赵司牧下 就盼着团圆的这一天 谁想到到头来却落到这般的下场 还不如 别想那么多了 一切随缘吧 可是师父 这个罗温义跟我从小就是兄弟 是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期 可他竟然抢走我的老婆 师父 你佛法无边 你可得帮帮我 这样的事情 连佛菩萨也帮不了你忙的 这样只能你自己解决 要知道因果自造 好了 你好好想想吧 我要睡了 师父 敌人 安 异人 二 吉兵 岂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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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听外面什么声音啊 你醒醒啊 你醒一醒 可能是猫 像是碰到了什么 娘子 快睡吧 老板 来 里面请 打儿两球 你让点什么 苦瓜 你这是怎么的了 没什么 坐坐坐坐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好梦 梦见你变成一个娃娃了 在那一个人玩玩的好高兴 又翻跟头又拿大顶的 好痛快 师父 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个药丸吗 真的能让活人死 让死人活 那当然 苦瓜 我看我们俩这么待着不是个事 你还是跟我走 咱们出外花园游逛天下 咱们吃完了饭上路 师父 师父 我在此地还有点事情要办 等我办妥了就陪师父上路 就怕替我付酒钱不是 师父 我去去就来 好 师父 我去去就来 你放心 你办你的事 我办我的事 来 来 喝 喝 慢用 恩义兄弟在吗 在 恩义 你出来 大哥来了 大哥来了 请屋里坐 不了 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来吃菜 兄弟, 我这几天就要离开此地 离开之前想请娘子到酒店吃顿饭 顺便说几句话, 不知可以吗? 当然可以, 大哥尽管吩咐 娘子, 你陪大哥去一趟吧 你好, 请 来, 走 师父 别走, 还得给我付酒钱 我们这一两天不是要走吗? 我约了娘子告别一下 也请师父来作陪 是得好好告别 请坐, 请坐, 你也坐, 你也坐 小伙儿 来来来, 你看客人来了 好的 有好菜多上几盘 好的 放心, 有人付钱, 快去 我和娘子一别数年 没有好好照顾她, 实在是不应该 菜来了, 客官 今天我要敬你几杯 算是将往十一笔勾销 我去拿酒 来, 您吃 我自己来 好好好 吃菜 来来来 来来, 喝喝喝喝 这菜不错吧 还可以 来来来 来来, 再喝一杯 这菜 是吧, 吃吧, 吃吧, 来 快点 再来看 来, 谢谢 来, 谢谢 现在一定能了点你就跟他讲好了 大哥 你精神精神给我的 且终身难忘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 这都是我的错 几年前 逃亡到这里全凭恩义兄弟照顾 你们俩都是我的恩人 后来从军回来的人都说 以被俘后为惊人所杀 我和恩义兄弟文婷以后 都万分悲痛 我们为你少下 超度你七七四十九天 后来我帮他干活 闲话也动 于是就嫁给了他 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 可我没有办法呀 刚才大师傅教我 临边时喝一次对饮交杯酒 算是切身送大哥 重登好前程 来 我先敬 你二人今天是喝对饮交杯酒 既然是喝对饮交杯酒 就应该你喝他的 他喝你这一杯 不不不大师傅 这个杯子大 他酒量不行 还是还剩我喝吧 不不不不 应该让他喝这一杯 我先把他喝了吧 你真的把他喝了 娘子 你自己保重 保重 好好好酒量 吴老 师父他怎么了 不要紧 吴老 吴大哥 这是怎么回事 想不开呗 我吴大哥不是那种想不开的人 如果不是他施舍银子给我 我根本就见不到我娘 你还不信 告诉你吧 我陪他到这里来寻妻 结果他老婆改嫁了别人了 嫁了别人 他这一时想不通 心里痛苦得不得了 结果半夜里想去杀人 又自杀 可是又想请大老婆喝酒 结果自己在酒里下来要 挺实了 你看 师父 你为什么不救他 真说傻话 师父 你救救他吧 不行的 因为他用了我的宝贝 那可是太上老君的仙丹 那活人变死 那我有什么办法 通仙丹我也有一例 不是可以让死人变活吗 姑娘 那可是你的宝贝 你留着要派大用场的 吴大哥助我寻慕 恩重如山 我一定要救他的 那你真舍得 那那行 那你看着办吧 我和尚管不了了 师父 你救救他吧 师父 好好好 姑娘你一片真情 那就试试看吧 给他用了 用了 用了 来来来来 起来起来 姑娘一片诚意呀 要把你救活 要把你救活 这就行了 躺下 红嘛 你把你红 嗯 师父 你看看 这是谁呀 黄莲姑娘 吴大哥 我这是 师父 吴大哥已经想通了 他想通了 那好 他要跟我去余遥 您说好吗 这还有什么好不好的 只要你高兴就行 我看你们余遥县要多出一个倒叉门的女婿 师父 你怎么也逗我 我还要跟你修行呢 黄连姑娘 说什么修行呢 我在说要跟师父修行一辈子 修行不靠师父 要靠自己 我早已看出你们二人有缘了 你们现在已经认清了无缘之情不可强求的道理 好 平森去了 师父 你真的不要我们了 我是无牵无挂上路 师父 师父 有缘自会来相会吗 你看看 你那个有缘便无缘 你那个有缘便无缘 无缘又成有缘 无缘有缘绝是缘哪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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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